戴着眼镜长相斯文 李孟峰坐在真讯室里接受真讯 不说您可能看不出来 这名男子15年前 因杀人未遂遭到通气 15年后被警方当街逮捕 发现他的行踪 可是我们当时也不敢确定 所以我们就直接喊他的名字 然后他就回头 你通气了你知道吗 他说他知道 一查才发现眼前的通气犯 逃亡期间发愤念书 一路攻读到台大心理所博士班 过去曾被警方拦捡 李孟峰都谎报格格的身份证字号 顺利过关 也就是说这名通气犯 在校园中游走 竟然都没人发现 15年前李孟峰约当时的女友 到南洋街租屋处谈判 而过程中一言不合 拿刀砍了女友七刀 因为不满女友提分手 李孟峰先是亮刀 威胁对方不准外出 之后拿刀刺向女友 幸好最后救回一命 当年一审被依杀人未遂罪 判刑八年 上诉期间祭保逃亡 直到今年4月落网 收押北索 通气期间读完大学 还一路攻读研究所 之后再以第一名成绩 考上台大心理所博士班 对于这个刑事案件记录 这些相关资料 校方并没有在入学的时候 做检核的这种程序 他考进来的时候 就是第一名 研究生素教 他可以帮忙学生 当素教的工作 他都很尽责 国际期刊发表一篇又一篇 法官认为 李孟峰认真学业 有教化可能 二审减刑 判刑七年 消息传回台东老家 邻居震惊 印象中淳朴的孩子 怎么会变成杀人通气犯 如今 李孟峰学业得暂时中断 入肩服刑 得为19岁时犯下的过错 付出代价 记者台北台东综合报道